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双方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发展基于协调 合作 稳定的中美关系 努力实现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中美谁也打不倒谁 对抗只能两败俱伤 两军要保持沟通协商 平等对话 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 魏凤河就南海 台湾 美方对中方污名化等问题 表达中方原则立场 要求美方要停止错误言行 加强海上风险管控 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温的危险举动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埃斯珀说 在两国关系紧张时 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对话更加重要 美方致力于与中方构建建设性的 稳定的 以成果为导向的两军关系 要保持对话磋商 聚焦于管控危机 防止误判 降低风险 同时 在双方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还就下阶段中美两军交往交换了看法 在对抖音海外版TikTok扬言封禁和逼迫出售给美国企业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8月6日签署一项行政令 禁止美国个人及实体 禁止美国个人及实体 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 禁令将在45天后生效 该行政令的具体内容显示 特朗普政府所给出的理由是 TikTok泄露了大量用户信息 而中国政府也可能从TikTok那里获取了大量用户的位置信息 浏览记录和搜索记录等 这些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然而 据纽约时报7日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所得出并提交给白宫的评估结果认为 中国政府并没有从视频应用程序TikTok处获取用户数据 这让特朗普政府近期一系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应用程序的指控 显得完全站不住脚 TikTok作为一个在全球风靡的视频软件 此前长期都只是面临教育方面的难题 担忧约有数百万未成年人和青少年 因这款软件内的一些病毒视频而沉迷其中 但当近期特朗普政府将TikTok操弄成政治议题后 CIA被要求评估TikTok的国家安全问题 得出的结果却十分模糊 报道称CIA的分析师日前向白宫方面表示 尽管他们认为中国情报部门很有可能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进入智能手机中获取用户信息 但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 纽约时报指出 仔细阅读一遍特朗普针对TikTok的行政令可以发现 文字内容都是用将来时态和可能等字眼精心拟定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应用程序所带来的大部分风险 都只是在理论上的层面 在字节跳动7日发布的 针对美国政府行政命令的声明中就明确写道 美国政府行政命令引用的报告 来历不明或未经证实 对于这款应用可能会被用于虚假宣传活动的担忧 并无任何实质依据 Lookout是美国一家专门从事移动设备安全研究的公司 该公司安全情报研究主管克里斯托弗·赫贝森 在检查了TikTok应用程序后 得出了和CIA相似的结论 中国政府似乎无权获得这家公司中美国用户的数据 但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应该不难得到 然而 另一部分美国情报官员却仍然坚称 CIA的评估结果并不意味着TikTok是安全的 也不代表TikTok适合装在手机上 一些国会议员更是危言耸听地称 TikTok看着不像是一个观看唱歌跳舞的软件 更像是一个监视程序 事实上特朗普在6日当天签署了两项行政禁令 一项针对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另一项则针对的是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 且禁令内容基本类似 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微信虽然在美国没有被广泛使用 但硅谷里一些中国籍软件工程师 和其他高科技劳动力却使用频繁 美国政府官员宣称 这些人群使用微信合作 解决困难的数学、软件或工程问题 交换解决方案等 中国情报部门完全可以收集到这些专利数据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政府近期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警告 正不断增加 8月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美国政府将扩大干净5G范畴 将这一计划扩展至5个领域 包括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网络云和网络电缆 蓬佩奥扬言 不但要封禁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 还要封杀中国的海底电缆 在美国经营多年的中国电信公司 和在云端存储信息的中国企业 报道中还提到 此次特朗普政府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是自去年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公司 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以来 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但纽约时报援引一部分情报官员的话称 TikTok构成的威胁和华为制造的威胁一比较 就显得相形见处了 对于美国政府不断在网络问题上抹黑中国的做法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道 美方有关做法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完全是恶意抹黑和政治操弄 其实质是要维护自身的高科技垄断地位 他指出 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业都是无辜的 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 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禁门 方程式组织 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 美国自身浑身污计 还在谈什么清洁网络 这纯属荒谬可笑 综合美媒消息 雅虎新闻15日 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发布独家报道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密令 授予中央情报局更多发动网络攻击的权利 目标国家包括俄罗斯 中国 伊朗与朝鲜等 报道援引该知情官员的话说 2018年 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总统调查令 给了中情局全面授权 福克斯新闻称 根据一份美国政府文件 总统授权CIA采取必要的秘密行动 来支持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 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 雅虎新闻称 与早前的总统调查令 聚焦于特定外交政策目标或结果不同 新的指令 聚焦于在网络空间展开秘密行动的能力 据介绍 这项秘密授权让情报机构在开展行动 以及将谁作为目标方面享有更多自由 解除了前几届政府施加的诸多限制 使得中情局更容易地进行秘密网络行动 而不需得到白宫批准 雅虎新闻称 CIA拒绝对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论或回应 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也没有回复记者的多次书面置评请求 美国中情局多年来 对其他国家目标发动网络攻击 已是众所周知 今年3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到 360公司经过调查分析发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攻击组织 对中国关键领域 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渗透攻击 白宫一直试图在政府的更多关键职位上安插轻信 6月11日 退役陆军准将安东尼塔塔 被提名为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 外交政策称安东尼塔塔是特朗普的长期支持者 CNN通过回顾塔塔曾经的一些公开言论后表示 塔塔也一直在表达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类似的没有证据的观点 即阴谋集团试图破坏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特朗普的对手宁愿看到国家失败 也不愿看到特朗普成功 而CNN在23日最新的报道还发现 塔塔曾在推特散播阴谋论 称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 想要推翻甚至暗杀特朗普 2018年5月 布伦南在推特上使用了 死于暗杀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话 塔塔就回复称布伦南的推特是对特朗普的威胁 虽然布伦南是一名无能的CIA分析员 我们必须假设他知道间谍技术 这是给某人的信号在某个地方 西塞罗因政治原因被暗杀 这显然是对美国总统的威胁 这位推特用户继续问塔塔 布伦南的推特是不是在暗示 有人要暗杀总统特朗普 塔塔回复道 我想是的 不然他为什么在特朗普要求调查 与他有直接关系的犯罪的同一天 引用西塞罗的话呢 严重罪行 叛国 煽动叛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